杜丰终于低头 广东南篮突然调整战术指导思想 一次试好徐昕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杜丰的调教下 徐昕越来越有意见连的影子了 未来可期 接下来的比赛 徐昕赶紧长肌肉和增加自主进攻能力 养成高举高打的好习惯 最好也要练练中远头 目前腰腹力不足 没有下沉 届实能无法扣篮 但会好的 赵树红和徐昕这两个大哥 自从周期复出后 确实进步不少 张明驰则毫无天分已到天顶了 现阶段对抗太差 除了吃饼就是吐饼 没有自主进攻跟投射能力 那么高经常抢到篮板 也被吐出来了 有点不应该 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第一年打连夜赛不能要求过高 打多两年再看看吧 希望能打出来 对阵四川南篮 徐昕虽然七头七重 最终得分14分 该表扬也该批评 徐昕脑袋瓜子有点灵活 稍有悟性 就是球性确实不太好 身体也没啥爆发力 应该是练球太实了 表扬徐昕是因为表现得还不错 批评是因为这个数据 说明他没有自主进攻能力 只能靠别人为球或者中投 没有篮下强打的进攻能力 现阶段的徐昕比起李延哲 手太慢了 抢篮板球抓不稳 没有高举高打 希望天天进步 我们老老实实看球就好了 这些人家肯定是综合考虑的 人家比我们专业 徐昕主要是对抗体能 还不达标 还有篮板卡位意识 慢慢练吧 我看好黄明依 其次是徐昕 徐昕打个20分钟就行了 徐昕在内线影响很大 四川队完全不敢突进去 干扰太大了 静态天赋很好 广东南篮对阵新疆和四川 这两场球 暴露出一个乱象 输了打得乱七八糟 分赢多了又打得乱七八糟 对阵新疆沃特斯自己打得不好 张文艺在外线有多少空位 沃特斯看都不看张文艺一眼 对阵四川分赢得有点多了 张文艺在外线有很多空位 但沃特斯和胡明轩 也是看都不看张文艺一眼 两个人抱着球 你一个我一个往里秃 秃一个丢一个 丢了多少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